注意看,这个资料夹太狠了 不管怎么删都删不掉 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可以试试这个,换用删除法 第一步请先,新增一个文字文件 可以先随便取个名字 接下来把它打开 输入这组代码 新增完代码后储存 再来把这个祭祀本 附道名改成ByteP次道 这边按下是即可 最后把删不掉的资料夹 推荐到刚刚的P次道 就可以顺利删除了 在要贴上的地方,按下Windows加V 就可以连续贴上刚才复制的内容了 OK,事情是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Ctrl加C,Ctrl加V 是有复制贴上的 但你知道Ctrl加C可以连续复制吗? 首先选择你要复制的段落 按下Ctrl加C 接着直接选取下一段内容 再按一次Ctrl加C 再要贴上的地方 按下Windows加V 就可以连续贴上刚才复制的内容了 最后一直往上滑 就有弹珠台可以玩啰 在iPhone安装并打开 过后进用程式 下方切换到分页 最后一直往上滑 就有弹珠台可以玩啰 小编实测 再来告诉你第二个无聊的Google彩蛋 订阅浏览器 输入这专我不会念的英文 我订阅之后顶级快纹左边再颗球 就可以用方向监操控它来破坏当前的网页 这应该够无聊吧 小编实测 真的有耶 哇 任何文字进行复制 并贴到你想贴上的地方 就连影片的字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推荐你一款超实用的PC辅助工具 首先点击开始选单接着打开Microsoft Store 在上方搜寻栏搜寻Microsoft PowerToys 点击安装后开启 里面有超多好用的工具 比如在键盘上按下Shift Windows加T 就可以框选萤幕中的任何文字进行复制 并贴到你想贴上的地方 就连影片的字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就不是这么简单 赞 可以获得一个整合所有系统设定的超方便资料夹了 如果你有一台电脑你一定要做的一件事 首先右键点击桌面 接着新增一个新资料夹 将其命名为以下字串 并按下Enter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整合所有系统设定的超方便资料夹了 再来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